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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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收看 我覺得像我們之前有聊過 我覺得台灣是一個 對年輕人很友善的地方 因為要創業非常的容易 門檻很低 對 然後要做很多事情 然後會覺得充滿生氣很開心 是是是 然後因為我覺得新住民 要到台灣創業會有更多比較 語言也是問題 法規也是問題 對 文化也是問題 對 但是我覺得真的創業不是一條 太舒服的路 是一條人生可以必經 但是不用再走一次的路 對 就是你可以去試試看 對不對 謝教授我們講的 老師我們講的算中肯嗎 對 非常的中肯 實力上有統計 創業一年內倒閉的機率多少 90% 那麼高 一年內 就10個出來 譬如說他坐隔壁的 再轉過來一年後 已經換人了 我沒有 我超過了 對 這超過 這一邊是超過的 老師重點是說一年喔 一年喔 我還沒講完喔 然後你就算了 第366天你很高興對不對 好 然後就這樣 剩下的那些人 撐到第五年 對 好 又90%不見了 好可怕喔 百分之10了 再砍掉百分之90% 你要去想喔 第五年開始可能是 真正你要豐收 開始大獲利的時候 你倒了 教授你就是先給他們一記 就是說沒滿一年的 你們趕快放棄 跟我們真的沒滿一年的 你趕快放棄 我要給他們一個強心針 就是說 不要做了 對 你不是強心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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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分之1要堅持 一定要堅持 各位現場朋友們 還有我們各位觀眾朋友們 我們今天找來的 就是百分之10的朋友 跟自己掌聲 恭喜大家 我們來賓你都是 對 創業很難 新住民在台灣創業更難 對啊 有太多的東西呢 很多事情呢 要去克服 還有我們人的問題 也是很大的問題 文化上面也是 但是呢 他們我們今天找來的 這八位新住民呢 在台灣呢 確實找到了他們的 南海市場 今天要好好來大聊特聊一下 歡迎你們 歡迎大家 如果今天想要創業的朋友呢 可以來好好看一下 我們這一集 參考一下 對 好來參考一下好不好 OK 一開始先問一下大家 你們在台灣是做什麼樣的生意 賺什麼樣的錢呢 我是有拍YouTube的 然後我主要就是分享健康的食譜 然後也有 就是因為我在YouTube上面 只要分享過的東西 然後都會有人一定會問 你會不會開團 然後所以我後來就變成一個團購組 然後會做這個東西呢 是因為我以前在香港的工作 在台灣基本上是找不到的 什麼 因為我以前是做那種 就是你們去把握公司看到的 美中專櫃 他們不是有很多產品嗎 我的名稱 職位的名稱叫做 分析師 就是analyst 分析師 專業的 賣到多少 然後我們的利略 要怎麼樣去分配這些東西 讓業績更好 的意思 所以我又找不到的時候呢 就開始就是 剛又生完小孩沒事做 就分享一個東西 就是分享一些東西在網路上 例如說寫文章啊 或是拍影片 然後因為我以前 我以前很胖 就是我以前有胖的時候 就是有這麼胖 還好 可是好像還好 還好啦 可是我找了一些比較見的人 見的人的照片 我看下一張很精采 哪一個字 這是懷孕吧 你很奇怪 這是懷孕 這是懷孕吧 這不是懷孕 不是懷孕 這是懷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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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就分享很多不一樣的師傅 對 然後我就吃東西 然後就覺得大家可能會想看 然後就分享 然後後來就慢慢變成一個職業 對 很有說服力 對啊 因為看到這樣變瘦 大家就會覺得很激勵 就想知道說 你怎麼樣去維持你身材 好挺 團購現在台灣非常的多 團購團媽團爸 所以其實也滿激烈的事 所以要出頭天也是滿難的 你這樣子做了幾年了 6年 6年了 6年了 10% 10% 10% 過11% 過5年是1% 過5年非常難 尤其是前面那5年 除了你自己的那種辛苦之外 還有很多人看到你沒有很成功 叫你放棄 看好你 一路上的故事 好 接下來下一位 米拉 米拉 我四年前開一個家教每個平台 因為我來台灣的時候 我當家教 所以我就是教西班牙文跟英文 但是我發現就是外國人 如果他們想要找到一個學生很難 因為我們的中文不好 然後台灣的家庭的英文也沒有很好 所以我說好我就開公司了 所以我開Tutimi 所以Tutimi就是我公司 然後我們幫很多外國人找學生 所以我們的老師都到我們學生的家 所以現在我們有台南高雄 台北很多不同的成績 然後台北有100多個老師 所以我真的 所以妳是一個家教的老師統合的平台 沒有 天哪 好強喔 很厲害 對 我真的就是很希望 就是我們老師可以幫他們 進步他們的口說這樣子 OK 好的 接下來一個 我是牙醫師 我在台灣在兩家診所工作 我看病人 我來台灣以後 我就決定還是要做我的專業的工作 因為我在波蘭花了大概六年的 學生的學生 學生的學生 所以 可是在台灣的學生 學生非常難 因為要 過考試 可是考試用中文 所以那個時候我只能 簡單地說 你好嗎 假爸 假爸 對 嘴巴打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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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每天花了五六個小時 念中文 以後去考 第一次沒有考 沒過 對 然後第二次還是幾幾年 大概八年以後就過了 非常開心 哇 恭喜 以後開始一個實習 要一年實習在雙海醫院 也是非常非常辛苦 實習結束了 我就順利過了一個第二關過考 然後拿到一個牙醫師招 好厲害喔 好勵志喔 這個比較特別 因為很少外國人 好 莎夏 恭喜恭喜 那我是內衣王章 就是因為我在台灣 剛來的時候 我一直找不到我喜歡的內衣 還有我朋友 他們有沒有喜歡的內衣 他們也沒有 所以我想說就是大家都可以買 也可以覺得好看 就是喜歡 但是在台灣有很多內衣都是有 墊子 對 就是讓全部變大 但是我不太喜歡這種內衣 因為我覺得這個是騙人的 而且在台灣 對 對 穿起來我覺得很舒服 很悶 對 就是我個人不喜歡這種內衣 所以我們比較喜歡讓人比較舒服一點 自然 自然舒適 對 而且我老公支持我 所以我們應該下個月就會開始 下個月要起 下個月 不錯 可是我有一個問題 因為台灣女生 很久之前其實我有想做過內衣 我跟你講我也是 但是我跟你講做內衣是真的是很恐怖 我覺得暗有勇氣 因為內衣的尺寸要超多 非常多 你要囤穫要什麼 可是像台灣女生 蠻多 胸部都偏 對 沒有 我跟你講台灣是極端吧 要嘛就是很大 你說巨的在這裡對不對 像我們這種也買不到內衣 對 可是小的很多 因為我覺得台灣對於胸部的期待 就是要有勾 對 那你如果沒有辦法擠 沒有墊子的話 那那些女生要跟你買內衣的時候 他要怎麼辦 我想想說 因為如果內衣是好看的 我覺得什麼都穿都會好看 不然是沒有墊子 像是這種的 舒適的 我覺得這樣子也不是 不是它不會讓胸部變大 但是如果女生想要墊子的 應該我們不適合它 因為我們不會 客群不同 對 所以我們應該會找到我們的客 客群 這樣才會跟別人不一樣 對 但是還是會有這種感覺 比較輕鬆舒服 對 比較舒服的 但我們也會買 家裡居家的股 居家的股 對 就會讓女生比較舒服一點 睡衣 睡衣 好 對 我在台灣已經二十年 我們的生意 我們在做部 我們是公司 我們是房子 買部的 我們做部的 然後另外一個生意是 開始吃的 我來台灣的時候 十三年我都是沒有問題 都是做部的 然後 2013發生一個大的問題 是我老公走了 老公走了 所以那個時候我真的沒辦法 我不知道要怎麼做 然後小孩子 小孩子 小孩子都是小 老大是五年級 然後來老二十 融資員 哇 對 所以我不知道要怎麼做 如果我要租房子 我們是自己的公司 我必須要每一個月 一定要出國 因為市場都是在國外 那我出國的時候怎麼辦 小孩子 沒有人帶小孩 沒有人 因為我在台灣沒有 在台北都沒有人 所以我就住那個 餐廳 餐廳 第一次我沒有餐廳 我在那個 就小小的店 我住 外帶 比較不同 像夏威媽 像這個東西 可是 我在華埔的時候 我沒有想到 是真的生意真的好 我那邊是真的第一名 然後第二名 生意非常非常非常好 然後 然後 衛豐他看到我 然後他們來找我 然後那個時候 我就去衛豐 那個時候我開始戰鬥 戰鬥 戰鬥 然後我做的 我沒有想到 現在我在台北 已經生意 因為有特色 不料理 接下來不得了 包工程的先生 很強 葉豪先生 包工程需要跟官員接洽 很厲害 你看他的項鍊多粗 真的 金光閃閃 這是媽媽給你 其實也是講到疫情 其實原本 剛來台灣是做 就走演藝事業 就演戲 然後就在台灣裡面 也是愛旅遊 就開始就經營旅行社 那經營旅行社一段時間 其實疫情對全球的旅行社 對 很殘 充值 對 很殘忍 一個都不留 所以那時候真的是非常 非常無奈 就是已經不知道要走哪一條路了 然後就剛好家人說 那你不要做做看建材行 我就說 建材行 我這輩子連想都沒想過做建材行 真的 差異太大 我想說建材行是怎麼樣子呢 就坐在辦公室 然後就人家來買東西嗎 他說不是 你要從開貨車開始學 所以就開那種 然後我們每天早上大概六點就起床 然後六點起床 就在那邊六點半就開始 就是搬水泥沙石頭 然後一天大概搬個四噸的料 就是徒手 就是用手一定要搬 徒手這樣搬 好扯喔 這就是四噸 對 我可能從小搬的東西 也沒有到四噸 可是那天每天都是四噸 第一天開始做的時候 前一個禮拜 那身體 沒有一個地方是對的 就覺得那種全身 傷 都是傷 所以想說 好Man喔 沒有別的路的時候 就只有走這條路 就一直走 一直走 先不要想 現在會痛 沒關係 先走 走到真的是啪了 代表我去盡力了 沒有的話就先走 然後走到 一邊再慢慢看的時候 原來 原來還有別的路 可能可以開始延伸到 不一樣的東西 因為飛機路其實很多釘子 很危險其實 刺過釘子 踩過釘子 那是很正常的事 對 所以那時候每天都在懷疑說 我這條路我可以走多久 然後就跟自己說不行 我不能只是這樣子 因為我還是要想到家人 不是我自己 然後有一些客戶說 那如果我要 譬如說我有這個需求 我想要把我的店面 家裡或者是辦公室 想要把它裝潢 那有沒有認識人 我說有有 因為剛好我們現在常常 有配合一些師傅在 就開始就是從這條路 就慢慢去研發到說 我就可以幫他做一個工程 變成你的資源了 對 走出去就有資源 對 所以現在偶爾可能就是 有需要的話還是會開貨車 可是現在除了那個以外 就是會有一些朋友 就是在這邊 如果有一些 可能開餐廳 或只是亞裔的朋友 他們有需要的話 就是我們可以幫他規劃 就是 設計也來了 對 我們有配合的設計團隊 然後也是有 我們有材料 然後我們有工班 所以一條龍 就是可以幫你服務 方便 找他就可以直接把整個店開好 變整合了 就這樣 所以其實像台灣這種工程公司 其實大部分要加入很多的社團 比如說福倫社這種 或者是說什麼協會 餐飲連鎖協會 去認識人脈 他那個業績來得就很快 對 重點就是 他在最刻苦的時候 他願意走出來 對 他沒有原地點 一直往前走 對 真的 真的 都不用深蹲了 真的 對 因為他手臂那麼粗 其實都翻起來了 真的 辛苦辛苦 恭喜 謝謝 好 我也是 也是來台灣當模特兒 然後我在2013年來了 然後也當了六七年 那時候也沒有很穩定 然後後來就是也去了大陸 然後後來疫情 然後我就回去了 然後因為 你一直處於在工作不穩定的情況下 你會覺得你需要 就是穩定 然後我那時候30歲了 然後有一天我朋友 台灣很好的朋友 他打電話我朋友說 你要一起做生意嗎 可能要一起開海南雞飯 然後剛剛我家裡是 我爸以前是做海南雞飯的 然後我剛好這個機會剛好 所以我就說 我就學 學完之後我就來這邊開 然後現在是跟他一起和我 做這個海南雞飯 在台北 有 我們之前吃過 台灣人都蠻喜歡吃 很喜歡吃 一年 加上海南雞飯 加上爸爸了十多年了 對啦 因為他自己也是那個馬來西亞 就是很像 都同性質的 就是背景比較一樣 像我就很喜歡吃海南雞飯 對 台灣人喜歡吃海南雞飯 喜歡吃雞肉啦 我覺得 所以是可以做的 你們三好104 這是我們今天三位主管 104的主管 我們給他加油打氣啊 加油 我們都要說可以 不要抹上他們的自信 對 我們要加油 很好 OK 大家都知道我的家族是做印度產品 然後做很久 可是我自己因為很喜歡去研究不同的產業 然後還有不同文化的東西 然後再加上我自己很喜歡飛來飛去 我不喜歡在一個地方 所以我很喜歡去不同的國家跑 所以 因為這樣子的關係 所以我開始做貿易 對 那因為貿易就是有很多很多不同的品項 其中一個我覺得 最 我覺得還滿有趣的是這個 中藥 中藥 對 你說我們 沒有 我從國外賣中藥到台灣 對 可是你從國外是從 就是巴基斯坦 巴基斯坦有中藥 對 嘴巴基斯坦 我其實一開始也不知道 是有一天有一個客人 他來我們店裡面吃飯 然後他就指定要來找我 然後他就說 有這個中藥他給我看 他說那時候給我看像甘草 還有麻黃這樣子的中藥材 然後因為我原本就做印度藥 所以我對香料很有研究 那因為香料跟中藥有很多是重複的 對 所以我也有去研究中藥這一塊 所以他給我看的時候 我就看過這個東西 我就知道這是什麼 可是我說怎麼可能會在 我老家會有這個東西 應該是全部都是從中國來的 然後他就 查了一些資料給我看 他說確實是 你那邊也有 所以呢 我就從 我就覺得很有趣 我就開始從中醫診所 或者是一些藥材舖 然後呢 就一直去問資料這樣子 然後再飛過去巴基斯坦 兩三趟 然後呢去找 因為巴基斯坦很大 它不像台灣 就是其實你要買什麼東西 在台北市你什麼都買得到這樣子 那在那邊 你可能要去一個大的市場 就要開車可能八個小時這樣子 而且在當地 根本就沒有人用中藥 所以呢 所以在巴基斯坦 沒有這麼多人知道中藥這個東西嗎 他可能就覺得 只是木頭而已 他們也沒有外銷 然後就會賣很便宜對不對 就是 應該是說只有懂的人才 所以也沒有外銷 就是你們巴基斯坦不會外銷 都有外銷 可是就只有某些人 特定的人知道 對 然後就是 而且在那邊 做了很多的資料以後 然後呢 才開始做這個部分 那我好想做這個 我看看 這個很像 會很稀有 早期 離化街的時候 不是有很多的中藥鋪 我們講南北貨 他們其實就是 因為他知道這個東西很有價值 然後他去用低價收購 然後來批到中南部 所以他現在在做的事情 是國際的 哇 那你以後 你應該就是巴基斯坦之前 真的 就是有找到 剛好也是有這樣子好的客人 願意就是讓我去找 這樣子的東西 然後我後來就問他說 你怎麼當初會知道要來找我 是不是有真信過我 因為我自己是有貿易公司 可是呢 我通常我在店裡面 不會跟別人聊 其他生意上面的東西 是 他說沒有 我就單純找一個 欸 開巴基斯坦人開的餐廳 然後他就是 亂唱打鳥 他應該問了很多人 亂唱打鳥 只是剛好打中 對 在台灣的巴基斯坦人 應該也不多 也不多 對啊 對 對 以上是我們八個 藍海的故事 掌聲鼓勵 太厲害了 謝謝 可是創業應該有一些 對 困難的地方 對 我覺得創業之後 你們有沒有遇到什麼 你真的覺得太難了 台灣創業怎麼會遇到這些問題 對 小兵 我覺得要找員工很難 對 真的嗎 這第一名吧 吐血 找員工很難 我覺得其實應該要說 找對的員工很難 對 超難 因為我要找的員工其實就是小兵 其實你只要登出去 就超級多人來應分 對 很多人 因為他們就是年輕人 可能大學畢業的那一種 他們對網路IG什麼的 他們很認識 是 但是他們對於小編這兩個字 非常地想得很夢幻 對 覺得很好玩 太淺 但是真的來做的時候 他們又覺得 不是這回事 而且我覺得在找員工的時候 有一個真的很大困難 就是我覺得 在思想上 因為我不是一個台灣人 所以我覺得有點難溝通 像是 因為我覺得大家這裡都知道 什麼叫做團購 是 但是我自己看團購不是這樣 就是跟大部分的台灣人不是這樣 我覺得團購就是一般人 他們想要買什麼 所以我記得團購 例如說他們想要開一個 例如說比較健康的麵包 然後我會找幾個團員 然後我們給他們試吃品 然後讓他們去試吃完之後 分享給其他的團友的心得 然後讓其他團友 考慮要買還是不要買 但是大部分的團購 並不是這樣做 當我去跟我的小編溝通 去做這件事情的時候 第一 第一 一開始的時候 他們都很反對 因為他們覺得 如果別人寫的不好 那怎麼辦 我就說沒關係 如果寫的不好 就代表說 其實這不符合大家的口味 對 那就不要買 我們就開其他團 對 然後第二件事情 就是他們會覺得 這是一個福利 我說不是 我們應該要 你給他試吃 然後他幫我們寫心得 我們應該要感激他 然後並不是一個 我現在給你好看喔 的那種心態 然後他們會覺得 這是一個很小的不一樣 做出來的事情都一樣 就是給他們試吃 叫他們寫心得 但是我說當你跟他們溝通 跟團員溝通的時候 你自己心態不一樣 寫的話 溝通的內容 絕對不一樣 沒錯 對 然後就是我覺得 後來就是在做了好一陣子 就是現在已經第五年了 就是大家 我覺得 為什麼我覺得 五年真的是一個收成期 除了那個團員 大家都會知道 如果我要買什麼 或者是現在有什麼優惠的時候 他們會特地去找 四次元的那種心得 來看自己要下什麼單 他們已經知道 我們是這樣子運作 第二件事情 我覺得很重要 就是那個 就真的已經過了 他們真的知道 他們用心 就是你用心對他們 然後他們用心寫的這個 這個信德 會讓其他人下單 這才是一個好的團購的 一個經歷 然後第三個事情就是 我覺得年輕人真的比較草莓 然後當你呢 就是跟他說 我們不是這樣的時候 你要說話得很小心翼翼 對 我要傷害到他們的心靈 然後呢 怕傷害到他們的心靈 真的會 真的會 不是跟你說真的 真的 你玻璃心他就不做了 真的 我說好 那我不做了 而且他會消失 對 可是你不是給薪水的嗎 他們不要錢 對啊 然後你就找不到人 你當下就 他沒有的是夢想 對 因為你沒有盯著 對 他們真的就是會偷懶 對 像我之前有個員工 他就跟我講說 他一整個禮拜 全部都在用官網的事情 然後後來反正因為一些原因 他就離職了 然後後來我們把那個官網承接 他說 什麼都沒用 說你在忙什麼 他說我在想 怎麼樣可以讓公司更好 怎麼樣可以讓你更好 我傻眼 他講也沒錯 但是 我跟他說好 那你想了什麼 我說你想了什麼 你跟我講 他講不出來 對啊 他就只是在 而且大家都很有共鳴 對不對 因為我跟我朋友一起開 然後每個股東 就是每個負責都不一樣 因為一開始我是帶食譜 跟就是 就是研發 然後後來就是到我 現在是營運 營運就是很麻煩 你就要 然後再來就是要看報表 所有東西就是要自己去盯他們 然後雖然我有店長 但店長有時候 因為員工都是股東找 因為現在找員工很難 然後店長跟他們關係很好 然後又要顧到他們的 就是股東的心情 然後就會很煩 然後比如說 因為我們已經開始了幾個月 然後一開始沒有規定說 不能幹嘛 現在我規定了 不能玩手機 然後不能說可能戴帽子 因為我們做吃的一定要戴帽子 然後戴口罩 然後他們就覺得 但那其實是最基本的 對 不合理 對 因為是一開始沒有說 一開始沒有說好 然後很鬆 然後大家就覺得 這樣工作很輕鬆 真的 但後來定下來他們就反抗說 不行 然後店長也沒辦法管理 然後那時候我整個就是 好煩喔 沒有 前面都要先講好 對 你前面沒有講好 你後面家他們就會覺得說 那你這樣要多給我錢 因為你這個是後面才講的 但你如果前面先講完 講了一堆 他願意接受 但你後面說你不用這麼做 他會感謝你 然後想說 醜話很感謝 然後當然除了創業 創業除了員工之外 我覺得他有一個就是 合夥人很重要 我以前很喜歡跟朋友一起合夥 因為我覺得就是 我很容易被騙嘛 所以我就找朋友一起 很容易被騙 但後面因為你分工其實很不明確 我們只是口頭上面講 你也沒有白紙可以自講清楚 沒有合約 對 沒有合約 因為朋友嘛 幹嘛這樣傷感情呢 對 後面就真的會傷感情 因為他就會覺得說 那怎麼你都只有做這件事情 那我要做這件事情 那我們又得再花一筆錢去請人 請人來做補足他不會做的這件事情 那他要幹嘛呢 他又沒事做了 那我們也會心裡也會不平衡 所以就會一直這樣子不停的循環 你有因為這樣子失去朋友嗎 有 但是我跟你講 我覺得因為這樣子失去朋友 我覺得OK 因為我們知道我們不適合 對 可是我覺得不管是跟朋友跟家人 合作一定要簽約 說清楚 一定要簽約 因為你要說 沒有辦法真的很仔細 等到你開始執行的時候 就會發現好多問題 對 你分工分不清楚 對 那可是白紙黑字合約第三方 一定可以幫你佐證說 對 我們誰是應該做什麼 誰是該做什麼 等到賺錢才是真正面對生死的 沒錯 如果沒賺也是一樣 我沒賺他就會說 可是其實我做的事情比較多 那你應該要賠比較多 對 然後什麼什麼 反正就很多 那我真正我合夥創業成功 是因為我原本跟我那個合夥人 是完全不認識 所以我對於不認識的人 我就會有戒心 我們那時候合約這樣一來一往 對來對去 然後 然後趴數在那邊比來比去 然後就一開始執行的時候 就會非常順利 清清楚楚 清清楚楚 所以合夥人很重要 然後我自己個人是建議啦 如果沒有必要 絕對不要跟親朋好 真的 真的 公司真的要分明 可是如果你跟親朋好友跟家人 公司真的分不清 真的 感情牽扯在一起 那真的不用工作了 對 盡可能不要 來來來 就是你們說跟家人 最好是不要做 但是我們現在只有我跟老公一起做這個 當然我們沒有開始 但是現在在準備 所以有些東西我不知道怎麼做 不可能他知道 或是如果我們一起不知道 我們一起學 但是到現在我們沒有吵架過 那我跟你說 因為我也是跟我男朋友做很多事情 我們之前開服飾店開咖啡廳開很多 但是我們都是醜話先說在前面 因為有一天會分手嘛 但夫妻有可能有一天會吵架 對 所以我們就是醜話先說在前面 有一天我們真的鬧不合 我們就一人一半 因為你可能覺得你在台灣沒有其他的那個親人 你就需要他 我覺得OK這個 但是醜話要先說在前面 對 所以Sasha你們是遇到問題是容易偷懶是不是 還是 對 誰老公對不對 我 你 你容易偷懶 因為就是覺得很難 push自己 因為 當然你 因為小孩還小 對 就是自己覺得你做就不難 但是這個是要自己決定要不要做 這個比較難 因為我在家裡都有小孩子 然後我只有他睡覺之後就可以做事情 但是他睡覺之後 我就是要坐著 然後看長筆 就不要做什麼 不要看什麼 想放鬆 想放鬆 對 但是老公回來的時候他會跟我說 你有做過事情嗎 我就說沒有 但是我就是馬上可以去做 因為我知道就是最大的 push的人 就是他 對 所以我們一起做就比較好 但是這個很難 兩個人互補 對 他意思是說如果他一個人他就很容易突然 但老公會叮他 所以他就會互相 我老公也會叮我 他最大的困難就是偷懶 對 因為我一開始創業也是我跟老公一起 然後我老公就是一個比較 嚴謹的人 所以所有事情從工廠研發 然後當然研發是我們一起 然後到後來生產 然後包含什麼包裝打樣 然後到品牌整個建立官網一切一切 我老公都基本上進了百分之八十的力 可是那時候因為我們在創業期的時候 我那時候在拍八點檔 拍八點檔的時候 拍完就是回家就想放空 然後有一次我老公就是跟我講說 我們可能打樣出來怎麼樣 怎麼樣跟我溝通某一件事情 然後我就看了天花板說 老公 國修老師說過 人一輩子只要做好一件事情就好了 我真的只能做一件事情 我不想做了 對 然後就要落淚這樣 然後我老公說 你有看過老闆只會做一件事的嗎 他讀我讀回來之後我就發現 他說的也沒錯 可是所以我要跟莎夏提醒一件事 就是呢 你們結婚很久嗎 沒有 結婚多久 一年 一年 跟我差不多 那你們還不夠了解彼此太透徹 所以有些點 比如說他如果很在意你會偷懶 你就不能讓他看到你在偷懶 對 我剛剛就想跟他說 他說你不要看著牆壁發呆 你看著電腦發呆 對 我在看著手機 真的 然後他問人家幹嘛 你就說我太忙了 對 對 就是這個漏洞 開門那一聲 就一定要在忙 對 或是你前面放一本 打開 對 因為這個會久 可是你這樣欺騙自己 也沒有用 可是我跟你講 他變成一個疙瘩 對 真的 因為我們還可以討論 你不要讓老公覺得 我就是討厭人家偷懶 對 或者我老婆還是動不動就偷懶 對 不可以 或是他罵你的時候 你就說好 我知道 對不起 但心裡在皺罵他 對 但是就是找出來弄妳 如果妳沙發要起來 要進入房間去睡覺的時候 老婆一走出來 就走進去廚房裡面洗碗 對 要很真 很真 因為我覺得 都需要空間 真的 看難 因為下午他在家裡 他在家裡的時候 我就很忙 對 做很多時間 他不在你再放鬆就好 對 對 可是他會問你啊 你今天做了什麼 所以你還是要演變 你一定要想好 對 真的啦 因為其實不是只夫妻了 你們超過人 對 你老公以後問你說 你今天忙什麼 你就問他說 你說哪方面 沒有 而且我跟你講 從哪裡開始講 講話口氣也很重要 就說 好 沒有啊 學問太大了 學問太大了 不能有情緒 你以後每個禮拜 來錄影就好了 裝忙 很忙 錄影錄十個小時 沒有啦 遇到什麼困難 跟日本大家的問題 真的很不一樣 因為我的要求就是 對 很不一樣領域 對 所以我最大的問題就是 台灣人要求老師的英文口音 因為你們就是在台灣大家都覺得 如果你不是美國人 不是英國人 口音怪怪的 然後我們的老師都是從 三十七個不同的國家來的 所以他們第一個問題就是 他是哪裡人 然後如果我跟他說他是波蘭人 他說他會講英文嗎 對啊 他可能說從美國學校畢業 所以他會很多語言 所以我們的要求就是 我們一個老師要講兩個語言以上 然後他們一定要有兩年以上的教學經驗 但是我的經驗就是在台灣一個補習班 看到一個美國的護照 OK 你馬上就可以當英文老師 對 很奇怪很多美國人完全不會講第二個語言 就是例如說我就是 我第一個語言就是西班牙文 所以我學了英文 所以很容易跟台灣人說 這個就是這樣子 因為這個 但是很多美國人就 你只是記憶一下 但是對啊 口音不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我中文 就是講中文 你們都覺得 Kamila有一個口音 但是你們覺得很可愛 很可愛 她是聽得懂 但是為什麼台灣人就是很尷尬 我不會講英文 我的口音怪怪的 所以我就開Tutimi 就是OK 很多國家的老師 不管是口音 不是很大的問題 紐約的美國人 然後洛杉磯的美國人 的口音很不一樣 對啊 所以我 我們不用那麼敬意這件事 對 對 遇到困難是口音問題 對 好 我開始做生意的時候 我的問題是 幹不動 這裡很重耶 到現在 到現在 到現在還是 我沒辦法說我一百分百分 幹得痛苦 你知道國語是有兩個三個字 你只有換一個字 那個意思已經全部都換了 對 差很多 那你要做生意 因為你在做生意 做生意是合約 對啊 那我比較好說 我看不懂國語 所以有人可以來幫我反應 對 這樣子是比較安全 因為我被別人好多次 所以我的 我覺得外國人在台灣 這個是比較大的問題 因為我看不懂國語 所以我以前呢 剛開始做生意 成定的時候 也在 什麼 配料 什麼米 什麼東西 電子鑰匙的東西 我真的找不到 那 因為我在做生意 我一定要去大市場去買 對 我大市場我不知道在哪裡 那 就比如說我要米 我就去那個 加拉夫買一公斤的 那很美 超多的 超大 超高的 所以你每種米都買 我用一個故事 我要可可可拉 那我要找可可可拉的那個 公司的那個 那個電話 我找不到 他們會告訴我 沒關係 你去上網 你打英文 比如說打英文的字 它會出來 美國的地址 然後美國的那個 不是台灣的那個 所以 我得到的問題是 真的沒辦法去 那個電腦 沒辦法去打字 中文 對 一定要有人幫我寫 所以 好 我要買小料 以前我不知道 地化解在哪裡 不好意思 這個地化解在哪裡 天啊 好辛苦喔 真的 那個外國人做生意 在台灣 這個是 最大的 比那個早用更大 更難 然後 以前 比如說 我第一次進去微風 他們給我一個合約 那我就合約 我不知道怎麼幹合約 然後他們 旁邊有 他們幫我反應 可是合約 有一大堆的事情 我都不知道 那我就簽名 後來我發現 不行 真的不行 我簽名 他們割掉那麼多的錢 那個錢我都不知道 都沒賺 所以後來我發現 真的 我簽名合約 我都沒有辦法幹 看仔細 看仔細 然後什麼都簽 我跟你講 因為我以前 我剛出道的時候 也是有因為不懂 所以被騙簽了 不合理的合約 後來我長大 其實一開始簽齊你的花費 比如說好 我們不懂合約沒關係 因為畢竟我們不是學這個的 你就要去找律師事務 找法務 你花一筆錢 因為那個錢是簽面的 那個也不會到多多 你花完那筆錢 你就是讓律師跟你要簽約的那個人去對 大概十萬塊上下 對 但是你前面 你可能前面 你會覺得一次花十萬 可是總比你後面的 陪一堆來得好 不要說你們了 因為我們有時候都很容易被 看不懂 所以你就是要找專業 因為我跟你講 那種大公司 他們也是找專業的法務出給你 對 所以你這邊的律師也要來保障你 所以兩邊這樣一來一往 我覺得做大 但是一定要找律師 真的 因為一來一往最後 都是得利的 都會是請花錢的那種 對 對 好 彥虹 你遇到困難是什麼困難 其實這個行業 對來說是完完全全沒有經驗 是很新的 然後另外一個我覺得也是 台灣人 他們的需求其實也滿高的 就是他們說我要這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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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到最後呢 我就預算這樣 那這個時候我就覺得說 那這個要求是算是比較 台灣人要求修過多嗎 CP值 要加湯下面 很輕 我也覺得 CP值這個很不好 真的 前面你就說要ABCD OK 我們在我們的角度 我們盡量要 要把他做到 對不對 要把最好的服務 什麼全部都給 可是到最後如果說 預算的時候 又開始縮了 真的 這個真的是落差有點太大 對 那再加上其實在台灣 其實也有很多的法規 比如說我們在一年好了 我們比如說要裝修 在施工的時候 其實不一定要申請什麼 特殊的那個 許可證什麼的 許可證什麼的 對啊 那在這邊的話 你不停的要先申請什麼東西 下來下來 或者是我們有一些 廢區我們要載走 可是因為它比較高樓層 我們必須要用吊車 吊車在路邊的話 被開單 對 然後我就覺得說 其實很多方面 我們在這邊要做這行 其實都很困難 對 因為你如果被開單的話 等於是你們的成本 對 又是虧錢 所以我覺得 很多這個方面的話 就只能就是不停的在學習 在提升自己 讓這些困難 可以一個一個被克服 就是這樣子 我想到一個點 我想問一下彥宏 有沒有機會 就是說現在台灣 確實你看包括台積電這些 大家都真的 你剛才講缺工的問題 真的 可是實際上 我們是蠻歡迎國外的朋友 來我們這個地方工作 是 但有沒有可能 因為你在這個領域 等於你兩個領域 你都懂嘛 你有辦法 介紹很多國外的朋友進來 然後你同時又 又可以發工程 有工程的這個資源 有沒有可能 去結合 這個方面 這個就是剛剛我說的 我希望未來可以 帶給台灣這個改變 很棒 OK 但我也想要問一個 就是其實 我們看醫生 常常都是面對 就是長得跟我們差不多 但是台灣人 對於外國醫生 會不會有很多的 想法 疑問 會不會比較不容易信任 我跟你講 我的大部分病人都是台灣人 不是外國人 所以 台灣人不會怕看外國的醫生 真的嗎 真的 他們看到我可以跟他們溝通 他們就相信我 放心 但你沒有說話之前 他們應該會害怕吧 對 有 有一點點 可是有時候也是很好笑 就是可能有新的病人 然後他已經在診間 然後我過來 然後我戴口罩 對 放在眼睛 然後開始這個治療 可是這個治療完成 他就 我整個口罩 我把他拿下來 然後他就 你怎麼會是外國人 下一招 沒有注意 對 以為是本學 很漂亮 因為我跟他簡單講話 然後他們有想到 我是外國人 然後我也有時候 有一些跟男的病人說 醫生 你這麼漂亮 這麼美 我就 我看你的眼睛 就這樣出來 大概像我這一種 都會講說 還是沒有 腰妹 你就一直把他拔六顆 就有一些小朋友 這個金色的頭髮 醫生好漂亮 我都不怕他 所以我覺得 台灣人很棒 而且你腳外又很溫柔 會讓那個看牙齒 像我女兒去看牙齒 他就很害怕男醫師 當然也有好的 可是男醫師就會覺得說 好來上來 我跟你講 他只要上來 我女兒就哭了 真的 小女生 小女生比較 對 然後我就哭 然後那個椅子 不是要往後嗎 往後我女兒就開始哭了 好可憐喔 所以這個是一個好的 我可以用的 就是我有時候說 我是親親的矮 要不要那個 很小的叔叔來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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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當老闆最辛苦的就是 24小時都在工作 對 真的 跟員工不一樣的地方 就是你24小時 包含你可能在睡覺 或在發呆的時候 你腦袋其實都是 對 你可能別人看到你 坐在那邊這樣發呆 可是你其實是一直在想 其實包含今天在錄影的時候 只要你講話 七個都在想別的事情 對 七個都在想別的事情 七個都在想別的事情 所以莎莎老公 我說不要再盯著他了 他在想事 他在想事 然後除了 每天都要一直不斷的在思考 然後想事情以外 然後因為剛剛提到貿易的部分 就是要非常關注這個 國際的行事的頭上 然後呢 有時候會遇到一些問題是 我決定要做這個 出這個貨到另外一個國家的時候 那個時候 發規沒有問題 船開到一半的時候 發規改了 蛤 也會有 那就 開回來 有時候就會被退掉 或者是這個生意 可能就回錢 真的啊 對 而且你要一直更新 馬上再換 就是在 好像 像開船一樣 就是你如果遇到一個障礙 你就要趕快轉這樣 真的 而且我可能買進來的時候 匯率是這樣 然後到最後邊 欸欸欸欸欸 怎麼變了 然後當地換匯也是 可能過一兩個月 可能匯率就增加個10% 或15%這樣 超多的 所以很恐怖 好恐怖 然後呢有一些是 需要長時間規劃的一些項目 因為有時候不是賣東西而已 有時候可能是賣技術 像2019年的時候 那時候我們是有做 另外一個項目 是做瓦刃紙 就是做紙箱的那種紙這樣 我們在印度 投入了很多的時間跟資金 然後呢 也已經開始 開始做了以後 做了好像第一個生意 第二個生意的時候 就是2019年年底 然後呢 2020年就回來台灣過年 過台灣年 然後呢就 那邊就停在那邊了 就全部都停 前面花的時間跟金錢 跟所有的東西 就都沒有 有辦法疫情都這樣 然後所以 當然那是疫情 大家都是這樣 可是還是有不同的國際局勢 就會有很多小小的問題 然後還有包含有些地方 並不像台灣一樣 你的 你貨要進去就是靠海關 可是呢 不是每個地方的海關都好講話 對 像巴基斯坦那邊 有海關的規定 但他們沒有按照規定走 他們就會去查你的貨櫃 他們覺得你可能 裡面的東西值錢或可以賺錢 他們就會去用各個螢幕去敲詐 好壞喔 所以呢有時候我們甚至可能 一個貨櫃的東西 可以用一個貨櫃裝的 我們可能要分散到十幾個貨櫃 然後呢 分散風險 那那也是一個成本 好辛苦 所以要 好像要一直去想 有什麼方法可以避開這些問題 真的耶 有夢其實你可以去完成它 我覺得是一件很棒的事情 但是不管成功或失敗 我覺得都是一個經驗 但是我覺得小兵今天講的 就是你在創業過程中 不要想要先賺錢 要先把事情做好之後 對 賺錢就會來了 連錢就會來了 創業其實就是 換一個地獄做夢 加油啦 對 加油 對 加油 老師這個想要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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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福大家都有美好的夢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大家 換一個地獄做夢 謝謝 喜歡今天的影片嗎 記得訂閱 按讚 加追蹤喔 開啟小鈴鐺